把音像档还原到学生机器上 那一样我们先要切换到最高权限 输入密码 执行的指令还是叫DCS 那选择所有的用户 或者是你要还原一台就根据IP来选 选择所有用户按Enter就可以了 他就会把DRPL上面记忆的所有机器 做相同的动作 如果你要针对IP来做 你只要做几台 你可以根据IP或者是Mac来做 都可以 所以第一个动作你要先选择 你要做事的机器是哪些 我根据IP来选 那我选前面五台 用空白键来选 还是要选择全部都可以 机器选完之后 你要做什么事 我们要还原 印象档到硬碟上面去 到学生机的硬碟上面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启动再生容 有人会说停止再生容是做什么用 如果你发现你学生机一直在重复做 还原动作或者重复一些动作 再生容并没有停止 这个时候你再使用它来做就可以了 那我们选择启动再生容 一样初学者模式就好 除非你要做非常特别的事情 你才用上专家模式 一般初学者模式够了 初学者模式 我们要做的是 还原印象档到用户端硬碟 你也可以还原分割区 收的时候我建议都是整颗硬碟收 然后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还原分割区 因为我们现在的硬碟都只做一个Linux的分割区 所以我们就整颗硬碟来还原就可以 按下Enter 还原完要做什么 通常我会还原完我选择把它关机 选择把它关机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选择你的 要还原的印象档是哪个 它会自动到你的 你的印象档的资料夹里面 把印象档都捞出来 假设我要还原 这边7月3号做的印象档 你就按下这一个按下Enter 还原到哪一颗硬碟 这颗硬碟 然后这边注意一下 你要选择MultiCase BlockCase或者Unicase 这些有什么差别 前面这两个是群播 群播就是类似广播的东西 Server这边只要出一份资料 那下面的所有机器都拿相同资料 点播它是对每一台机器做相同的动作 一般来说群播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群播有它的缺点 群播就是你必须 新媒网路环境非常优秀 网路上没有什么杂讯 不然有一台慢它就跟着慢 再来 如果有一些机器 在中途过程中 因为网路环境的问题 造成风包的遗失 它是可能会 就是 辣掉 它不会跟着走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不然一般来说 Server 对网路的压力来说 群播会比较轻一点 那群播的缺点就是有时候会辣 再来一个就是你的switch 如果有做 有网管型的 有些switch是会挡Maticase 或者Boardcase的风暴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为了确保安全 你就用unicase是最稳当的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会比较慢 因为它每一台机器 假设这个音像档5G 那主机就必须对这台机器 好 送出5G的资料 那如果你有30台 那5G是30台 要送这么多资料 所以相对的 它的执行速度是会比较慢一点的 好 那我们就假设我们就选一个 我们就选unicase 好 然后它就告诉你 它帮你设定好 那指令在这里 下次要用就可以用 那我一般来说 我还是习惯用DCS来做 同样的 你把指令下完 这5台机器 并不会马上进行还原动作 你必须去把这5台机器做 重新开机的动作 那这5台机器 经由PXE的动作 会把这个指令下载回去 它自动会到你的DRBL Server 把印象档 还原到它的硬碟上面去 这样就完成了 可以完成 把印象档还原回去的动作 这样就不怕我们的机器 出了什么大trouble 除非是硬体的问题 不然软体的问题要还原 基本上不会有问题